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以为是什么网络大电影 你看呢 什么之什么 这完全是网大的套路呀 没想到这却是一部制作精良 口碑爆棚的历史大剧 可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电影不可貌相 你光看面子你哪知道他好不好呀 得不得 这不 我的重要性都体现出来了 我专门为大家干掉网大烂片 今天呢 我为大家推荐两部电影 我给你说光听命的你绝对不相看 不要争论你就是不相看 不信 跟我来 保证让你信的无底投地 第一部影片叫 超级大山炮之夺宝疾病 听听这 超级大山炮 身在心里的我们想看的是 重走丝绸之斗 谁他妈想看大山炮怎么夺宝 不过听说里面有个宋小宝 我的天哪 宝哥可是我男神 可是刚点开这部网大 我就被一群有险喝杯的藏爱家族吓到了 藏爱家族大哥一看就是张启玲的追随者 所以我们就叫他右眼好了 右眼身边的娇娇是神异般的演技 成功地扮演了一种人非人妖非妖的怪物 另外一边师封宋小峰 就用巧克力调出一条人鱼小姐姐 没想到被接吻接到入迷的成也撞到了湖里 成也去老丈人赵四提亲 赵四拿出传家宝 而突然出现的表哥正是为了宝贝而来 晚上就偷走了宝贝 照次发现宝贝被盗 立刻叫来成也英子追了上去 大表哥为了拿到宝贝 把尸丰变到了红灯去 这大衣的身材可真好 可是下一秒就变成了丽蓉 我的丽蓉大娘 你咋抛这勾引起尸丰啊 刘能知道了不得不干死宋小峰 认为大嫂的娇娇 则直接给大哥戴了绿帽子 而大哥当然是选择原谅了他 毕竟要想日子过得去 头上还带一点绿 一个慢要时的片 找宝贝就用了不到十分钟 来到天狼组一记 打开一看就是一个石杆 连个直杀跟大的金子都没有 就找到一个能让人变失的石面具 可也没啥用 分分钟不还是被打败了 不过冲着吃风卖地的表演 和宝贝帅气的身姿 这个片子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绝对能让你 毕竟搞笑 他们是认真的 第二部影片叫 《狱雏大作战之介接好恶》 剧场版 这名字我就不说啥了 不过开头看着还是很有食欲的 姑娘我都有点饿了 本想着这应该是个美食片 可下一秒 导演就开始圆形毕露逗逼起来 直接现场教学 告诉你男人怎么变太监 真是长姿势 进入玉山房的千千 更是见识了公主的淫威 让身为公共的陈汉典 为自己找新鲜人奶 于是厨房直接飙奶 现衣林出厂的时候 当时我都震惊了 这是清朝的服饰吗 这么低穷的衣服 难道不是五妹娘穿前夜里才有的吗 哎呀 厚的主角可真是一如既往的辣眼睛 千千男主在一次洗澡中 遇见了个帅公公 这画面太劲爆 拥有共同秘密的两人 关系越来越好 于是帅公公就告诉千千 只要学会做饭 不用多久 就能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 出任CEO 迎起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于是千千跟着帅公公 来到新东方鹏任学校 走上艰心的学厨之路 千千的刻苦专严 深深大动了帅公公 我去 为什么皇公的终极料理 是黄磊的赛螃蟹 难道皇上是孙洪磊 可没过多久 帅公公的身份就暴露了 悄无声息的被斩首了 皇公也开始 严查未尽身的太监 随后千千也 shout out down 但他们都莫名其妙的 被神奇的刀 带到了现代 爱人意外失忆 师徒反目成仇 但千千靠着自带 罢夫 又回到了古代 成功感谢了 所有人的命运 看完电影还看啥 看水老师的 soul show 严肃啊 前几天在横店 某剧男二号 在剧中发生冲突 殴打群演 这引起了众多群演的愤慨 数百名群演 将该剧组下榻的宾馆 团团围住 大喊 还让他们关注横店 看完这段消息 水老人活都要炸了 你凭啥打人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 群众演员是很不容易的 全演也是人好吧 所以说 人必须被尊重 子曰 平等相对是社交的最起码条件 谁自视清高 盛气凌人 谁就无异于是社交场上的垃圾 请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赶紧收起你们的不礼貌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好吗 好的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精彩搞笑视频 请关注斯文痞子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本节目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山水有相逢 江湖再续 再见